自当全高院 风云高 世界是未曾比以前 打世界杯之前 是更太平 相反是更加多争议 这些什么卡塔尔这些国家 你给他主办世界杯 第一天已经是多余了 活该你死了 人家那边的 宗教领袖宣布 第一同性戀是精神病 第二就是除了有坐博士的特权阶级之外 一概不准买啤酒 那我就不明白了 你这些世界杯 这些国际机构 你和卡塔尔这些中东国家 在这里 签署这个举办世界杯之前 你不是有个合同的吗 是不是 那个主办国在哪方面提供会场 交通设施 种种的方便 甚至饮食 你应该有一本这么厚的 协议书的 你应该跟着以前 50年来 那么多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和城市 东道国 东道主 主办世界杯的惯例 是不是 无论以前的世界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举行 巴西也好 德国也好 荷兰也好 哪有不准买啤酒的 对不对 如果你不想遵守 这个叫世界杯 这个叫足球赛 这个叫西方文明国家 是英国发明的这个叫人类的 共同价值观的足球游戏 你就不要主办 主办得来不要不准买啤酒 那你这个世界杯是不是应该 拔插鬚 一早就不要在卡塔尔 是不是 傻的 这就是那些 左胶类似 这个世界为什么 万罪归宗于 左胶呢 左胶呢 它是一种意识形态 不是指哪一个国家的政府 或者哪一个领袖 它是一种现在蔓延在西方政界商界 文化机构 传媒 和一些非政府组织里面 的一种 相当之be water 就是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呢 就折射出来 就是 它什么 四个字叫大爱包容 什么呢 都是说 种族平等 然后呢 实现 少数族裔 的那个 弱势的多元 应该给它一些声音 于是那么多年来 虽然这个足球 是由英国人发明的 还有在战后那么多届 都是在欧洲语言系 的国家 去举行 包括拉丁美洲 欧洲 英国等等 没试过在一个 叫非耶教 和非欧洲非西方的文明体系 举行的 现在 不但在一个非西方非耶教的文明体系 的城市举行 而且这个体系 基本上本质上是敌视 西方文化价值观 所以现在就得到这样 突然说不准喝啤酒 现在才宣布 四年前你不知道的吗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宣布 你死人了 现在那些人駕鞋 或是 坐飞机过去看 随时 被人违规 拉出来 公开鞭撻 对不对 本来这些 左交 或者左翼 的思想 都是 标榜大外包容 可惜他们这种大外包容 是有选择性的 比如卡塔尔 这些伊斯兰教的国家 因为 教义里面 是不准喝酒 所以公开 就不可以 卖酒 但是大家心里面知道 亦都很多朋友在中东旅游的时候知道 是有地下的黑市市场 他们喝酒是很厉害的 这些是公开的秘密 但是不要紧 如果你觉得这些 要尊重不同国家的文明 但是他们对于 女性的地位 或者他们的女性的自由 就诸多限制 比如说 刚刚的开幕礼 有些朋友也有看的 有两种意见 一种当然 觉得他很有中东的特色 很有另类的感觉 但是有另外一班朋友 我的朋友 我转述 就觉得 好像一些 叫大陆的 就是 春晚 中国大陆 是的 即是一带一路 将这些东西 输出了 那种 那种随 而且 他不是不用钱的 不惜工本 卡塔尔 为了争取世界杯 其实真的丢了很多钱 包括机场 也认识了 但是去到这些 开幕礼的时候 就有一种 第三世界国家的味道 而那些表演的女性 都要戴面衫 那些罩袍 但是这些 其实在西方的左翼里面 又不会去鞭挫她 他们会觉得这种 就是他们要尊重他们国家的文化 但是 这些就正正是 他们这些左翼分子里面的 那些女权 或者那类的人 出声 就要是 争取 或者是要平权的地方 但是对于这些 伊斯蘭教的 这些对女性的 不平等的部分 他们就默不作性 卡塔尔公开说 这个同性戀是精神病 你见不见全球LGBT彩虹联盟 出声 然后呼吁 杯葛 不要坐飞机 不要去卡塔尔 帮衬 会不会提出杯葛 今届卡塔尔的世界杯 所有的转播 是不是 会不会走出来 然后在伦敦 纽约 这些西方 左膠的大城市 举行大游行 不会的 是不是 不准喝啤酒 不然如此 你自己用一种 啤酒的种族隔离政策 凡是包头你 看下是阿拉伯人的 你就不要卖给他 对不对 白人 亚洲人 香港人 台湾人 韩国人 日本人 每个都喝啤酒 要么你就中间分界 不准 啤酒卖给本地人 对不对 好像在韩国 像是華克山章的赌场 就是不准韩国人进去 都是看抵法 没错 你叫他买啤酒 带着帖子 带着帖子 凭抵法 就行了 阿拉伯本地的人 人不准喝 这是你的事 对不对 我们香港人 或者外国人 是一向沒有啤酒喝 看什麼球 你在英國倫敦也是 車路士對曼聯 誰說沒有啤酒喝 啤酒和足球 就是一對孖山兄弟 在英國去酒吧看球 看球是借口而已 喝酒是目的 現在卡塔爾是用禁酒令 臨時 其實現在西方傳媒一直都不敢 現在說 不敢喝啤酒 就是對你這個西方文明價值觀 刮一巴掌 其嚴厲程度 絕對不下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印尼巴里G20 當眾省的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亦不下於習近平去到曼谷之後 看到泰國總理巴玉 巴玉 名字也夠騎 巴玉伸了手 走開 巴玉很厲害 他故意不縮一手 這個戲他幫你補足 然後 磨一磨 然後走開時摸一摸鼻 巴玉這一招 他故意向全世界展示他受到習近平侮辱 那個樣子 這個在示弱 和示尷尬 和示羞辱的過程裏面 其實就突顯了 中國國家主席的戰狼姿態 然後我們心想 加拿大就得罪你中國 又踢出你華為的通訊系統 又說拘捕了那些間諜等等 又指控你這個國會 花了200萬加幣 其實只是十十歲而已 去收買總共11個候選人 在跟習近平10分鐘的交談裏面 之後就爆了出來 泰國沒有得罪你 你看泰國人拿季民海的時候 泰國警方是全盤配合的 最近聽不到泰國 是要腰斬大陸那些一帶一路的 水壩還是什麼 在亞魯藏布江上游 湄公河上游那裏 整條水壩 搞得下面的水髒 不夠水 還沒聽到泰國 出聲 泰國對於中國來說 壞一邊犯 得到這樣的羞辱